哈喽大家好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拆盲盒了 今天我们来拆一下 寻找独角兽和卓大王一起合作的盲盒吧 这次是卓大王第一次推出盲盒哦 这次推出的盲盒是卓大王苹果村 所以我们的这个隐藏也是只大苹果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图鉴吧 一共是有12款普通款加上两个隐藏款 隐藏款其中一个觉得看得出 是一只大苹果 还有一个小车车 毕竟是苹果村的一个主题嘛 所以苹果是隐藏啦 让我许一下愿哦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封面这一个穿水手服的 然后又很喜欢这个抱了苹果的兔子 还很喜欢这个小黄衣服的造型 现在这边一共剩6个盲盒 看看我的许愿会不会成功哦 那我们开始拆吧 太重弊 啊 兔子小兔子 好可爱哦 它还在吃冰淇淋耶 这个卡片非常的有质感 跟我以前买的盲盒不太一样 你们能看出来它这个是比较有质感的 然后比较硬挺的 并不是那种薄薄的片质 嗯挺好的 非常有收藏的价值 做得非常用心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文具是什么样的 哇 这条兔子超可爱的 我觉得它们在那盲盒手感都非常的好 就是摸上去滑滑的 非常有质感 而且它自己还要小配件哦 这里还有一个冰淇淋球的碗 你们看它是这样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自己的底座耶 非常的用心哦 然后这里有一个冰淇淋放在这里 哇 超可爱 鼓掌 我们现在拿拆第二个吧 让我猜猜这个是什么 你猜不出 啊 是我最想要的这个水手符的 哇 超可爱的 让我们看看它的卡片 哇 这个超级可爱的 一个元气的少女的感觉 是一个制服的女孩 超级可爱 许愿成功啦 它有一个这里的底座 把它插起来 这两个都非常的满意呢 我们现在来拆第三个 啊 小企鹅 小企鹅也非常可爱的呢 它举了一个黄色的小旗子 它有一个这里的包冰耶 超可爱的 三个人拍拍照 你们猜我这次会不会猜到隐藏呢 哎 小兔子 许愿又成功了 好可爱哦 这小兔子 这个小兔子有个红色的笔子 然后举了一个棉花糖 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树妆笔作 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萌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可爱到爆炸 继续猜我们是第四个盲盒 哦 第五个 这个会是什么呢 啊 这个也很可爱 是马戏团 是一个鼓手 哇 这个非常有分量 它这个帽子也做得很漂亮 啊 超可爱的 有没有 两个小辫子 喜欢 这个笔柱把它占我一点 每一个都很可爱 你们看哦 我觉得这个卓大王的这个盲盒 真的是每一个都非常可爱 一个雷款都没有 一个丑都没有 我强烈建议你们喜欢的话 真的是端盒比较好 不要先抽两个 然后觉得多可爱 再去端盒 这样不就是那个多消费了吗 啊 小青蛙 这个我也很喜欢 哎呀 好像每个都好喜欢的样子 虽然说没有抽到隐藏 但是这几个已经足够可爱了 但是这几个已经足够可爱了 超喜欢的 你看 真的是每个都很可爱的 青蛙也非常讨人喜欢 好可爱哦 它自己还抱了一个小吉他 还有一个小树墩 在它身后跟卡片是一模一样的 超级可爱 啊 超级可爱 你看 要把底座 我们来拍拍错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呀 我觉得这每一个都超级可爱的 超级软萌 真的每一个手感都非常的棒 而且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配件 这个在盲盒里面其实挺少见的吧 所以喜欢做大王小伙伴们 千万不能错过哦 绝对不会后悔 你们看这个非常有质感 非常适合做收藏 这个放在你们的桌上 陪着你们做手杖 一定是特别幸福的 虽然我没有抽到隐藏款 但是有这个封面款我也很开心了 抽到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水手服的女生了 好喜欢的麻花便 超级好看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